930新聞直播室 先來關注灣區方面的動態 警方正在調查北加州肉類包裝巨頭雕像遭斬首的事件 本題記者陳勇青12月29日九金山的綜合報導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日前一個19世紀北加州牧場署和肉類包裝巨頭雕像被斬首 導致調查人員千方百計在尋找破壞行動背後的動機 提供信息的朋友可以獲得1000美元的獎勵 以了解26日星期一在沙加緬道威廉公園 有近8年歷史的柴爾斯斯王斯頓花崗鴨雕像 被切斷頭部在附近的地面上被發現的事件 據沙加緬道市歷史學家馬西亞·艾曼華 作為加州陶金熱的一部份 斯王斯頓從俄在俄州向西旅行 並且很快地意識到 他作為徒夫會賺到更多錢 警方正在調查破壞者是否與斯王斯頓一家發生爭執 或是這只是隨機的行為 艾曼28日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除非他們是素食主義者 不喜歡肉類包裝的工作 否則會對雕像這樣做 我是覺得非常奇怪 這個雕像是已故雕塑家拉爾夫·斯塔克波爾的作品 斯塔克波爾是大蕭條時期舊金山著名的藝術家 作為早期的沙加緬道先驅和定居者 斯王斯頓後來成為了一名牧場主 並且開始了肉類的包裝企業 從而令他致富 據沙加緬道密封部報道 他的兒子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委託建造了這座雕像 這是噴泉的一部分 並且在斯王斯頓1911年去世後 將他捐贈了給這座的城市 艾曼說 這個家族的牧場位於現在的威廉公園 如果沒有他兒子的捐贈 這座城市可能永遠不會為斯王斯頓準備一件作品 他說 不是說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但這是沙加緬道擁有的非常特別的東西 現在他被摧毀了 令人可惜 加大伯克利分校建房計劃租了 本台記者陳勇稱 12月29日九金山的綜合報導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劃在被稱為人民公園建造住房 遭遇到新的障礙 加州上訴法院裁定 該大學沒有考慮其他地點從而保護公園 第一地區上訴法院寫道 有許多證據表明有更多的替代地點 發展計劃將其他幾處大學擁有的房產 確定為潛在的學生住房地點 法院還表示 環境報告沒有考慮未來15年為永濟的社區 增加1100名學生的一些影響 包括已遭受嚴重住房短缺的地區無家可歸者 以及深夜派對和其他在城市市區舉行集會 報告說 學生產生的噪音一直都是個問題 初步裁決是在社區團底表示該歷史遺跡 應該保留為開放空間後做出的 據舊金山《幾時報》報道 該裁決 如果在1月12日的聽證會後得到法院認可 將會停止你的項目 並要求該大學進行新的環境研究 本題記者 受到了該善堂鄉親會員的好評 董事局董事中文書記王志聰主持了程序 三藩市順多恆安堂日前舉行董事選舉中 吳國寶、黎鐵和另外七人在鄉親會員的投票支持下 順利當選新界董事 或搭借鄉親的信任和口愛 董事們特別了九隻金珠和鄉親們分享 雖然當日智雨飛飛 但董事們早就在舊金山中國城 黃顯湖華人遊樓場開始準備工作 一些在安排金珠 另一些在安排接待鄉親領取消育的工作 吳國寶主席感謝鄉親們冒著風雨前來參加活動 感謝各位鄉親在董事選舉中投了他們神聖的一票 他代表贏得選舉的九位董事向鄉親表達了萬二分的借意 他希望鄉親們繼續支持他和董事局的工作 令恆安堂的工作更上一個台階 為鄉親們謀求更大的福祉 接下來我們關注全美國各地的訊息 四個州一月份開始實施薪酬透明法 為了減少女性和少數族裔薪酬的差距 加州、紐約州、羅德島州和華盛頓州 將在明年一月份開始實施薪酬透明法 將為求職者提供更多的薪酬信息 根據英文媒體的報導 通常情況下 女性從事同樣的工作收入會低於男性 根據聯邦數據 2021年全職女性工人的工資中位數 約為男性工資中中位數價83% 小數族裔薪酬的情況就更糟糕 根據全美婦女和家庭夥伴關係的數據 做同樣的工作 當白人、非西裔男性獲得一美元的時候 非裔薪酬只獲得64美分 滲透透明法 志在幫助建立一個公平的工作環境 國家婦女法律中心國家政策主任 安德里亞·約翰遜表示 我們知道 女性在薪酬談判中往往會失敗 當我們要求更多的薪酬時 就會被認為是貪婪 女性很難找到簡單的途徑 離縮少工資的差距 而薪酬透明法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薄羅拉多州2019年頒布薪酬透明法 是美國首個頒布該法的州 而加州在2018年成為首個禁止僱主 詢問求職者薪酬歷史的州 一些就業律師指出 近年來火爆的就業市場已推高了工人的薪酬 這樣可能需要企業為新員工提供更多資金 這樣會導致新員工的薪酬高於做著相同工作的現有員工 從而可能在工作場所引發緊張的狀況 不過有研究表明 提高薪酬透明度也有助於公司更好地吸引人才 並且避免他們浪費時間面試那些最終因為薪酬問題談不上的人 楊恆順表示這項法律既令企業薪酬底線一目了然 亦都賦予了工人的權利 重新計票結束 民主黨拿下了阿里桑拿州總檢察長一職 阿里桑拿州總檢察長選舉結果 經過重新計票後 確認民主黨人克里斯·梅斯·險勝共和黨候選人 阿伯拉罕·哈瑪德 這是該州歷史上結果最接近的選舉之一 美聯社報導 馬里花帕院最高法院 29日星期四宣布了這個備受關注的結果 這是11月中期選舉最後的一批結果之一 也鞏固了民主黨人的由一次勝利 隨著哈瑪德的失敗 在戰場州參與州選舉並散布 關於前總統特朗普2020年大選結果被竊取謠言的共和黨人 最後都輸了競選 從新計票顯示 梅斯領先哈瑪德280票 而先篇的計票中他領先511票 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尚未清楚 梅斯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好興奮 已經做好了準備擔任下一屆總檢察長 法官蒂莫西曹馬森 還宣布了另外兩場選舉的重新計票結果 共和黨人湯姆·霍欣贏得州公共教育總監競選 共和黨人尼茲·哈里斯 贏得鳳凰城郊區的一個州議會席位 因為這些競選結果過於接近 因此重新計票是自動進行的 梅斯的律師丹·巴爾在法庭外說 儘管重新計票導致投票數量有所調整 但結果應該能讓公眾對選舉充滿信心 不過哈瑪德尚未認輸 他在推特上表示 最新的結果令他吃驚 他說我的法律團隊將會進行評估 確保每一張選票都被統計在內 紐約西部至少40人因為暴風雪喪生 遇難人數恐怕繼續攀升 受暴風雪影響嚴重的水牛城 29日道路重新開放 官方也開始持續在這個區域搜索遇難 或是受困的人員 目前紐約西部至少有40人 因為暴風雪而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水牛城 美聯席的報導 水牛城市長拜倫布朗宣布 29日午夜過後 紐約人口第二大城市水牛城的 行車禁令將被解除 在上週罕見暴風雪席捲全美大部分地區時 水牛城成為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布朗在28日晚些時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隨雪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郊區道路、主要高速公路和布法羅 尼亞拉加國際機場已重新開放 儘管如此 布朗仍是敦促居民 非必要不要開車 國民警衛隊正在挨家挨戶地 核實居民的斷電情況 同時隨著天氣越來越暖 積雪溶化 當局也可能會發現更多的遇難者 目前水牛城警方和其他執法機構官員 都在積極地搜尋 目前水牛城因此暴風雪造成的遇難人數 已超過1977年暴風雪的遇難人數 而且每天都在這裡攀升 當地官員面臨著應對暴風雪不力的質疑 不過他們堅持表示 之前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但是面對異常天氣仍然是無能為力 以此同時 根據天氣預報顯示 本州遲些時候 水牛城將會面臨一場降雨 雖然國家氣象局預測 這場降雨 即使引發洪水 影響也有限 但是州和地方官員都表示 他們仍然在為此而在做準備 一家估計自然災害損失的公司表示 這場冬季風暴 在全美42個州所造成的城堡損失 將會高達54億美元 9300新聞直播室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930新聞直播室 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星期五 我是譚文燕 接下來我們關注一下國際方面的動態 華青不會以烏和平方案為基礎談判 俄外長拉夫羅夫28日表示 俄方不會以烏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為基礎進行談判 但是俄方對通過談判 解決衝突持開放的態度 綜合今日俄羅斯 以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消息 拉夫羅夫28日在接受採訪時說 俄方不會以烏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為基礎進行談判 拉夫羅夫說 烏夏蘭在做重要決定時 總是會考慮西方國家的想法 難以有獨立性 因此 烏方提出的諸多想法 並不現實 拉夫羅夫指出 烏夏蘭總統 扎蓮斯基 幻想在西方的幫助下 讓俄羅斯撤軍 師父賠款 出席國際法庭等 這次提出的所謂和平方案 亦是虛幻的 並不現實 俄方不會在烏方提出的條件下 展開對話 不過 拉夫羅夫同時強調 俄羅斯並沒有拒絕 採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他說 在俄烏衝突開始後 烏方立即提議 坐到談判著篇 俄方也沒有拒絕 但幾輪談判表明 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是可能的 不過 在進程中 亦表明 烏夏蘭完全無法獨立地作出重要決定 多國對中國乘客增核酸要求 歐盟疾控中心表示 不合理 最近 美國、日本等國宣布對來自中國乘客增加核酸要求 中方表示 各國防疫措施應該科學適度 歐盟疾控中心29日對此表示 對來自中國乘客進行檢測要求是不合理的 意大利呼籲增強防疫ECDC 中國變異病毒歐洲已經有 彭博社報導 ECDC通過電郵發表聲明說 歐洲對新冠的防護水平很高 衛生系統也有能力應對當前的感染量 此外 目前在中國傳播的變異病毒 已經在歐洲出現 而且與歐洲的傳播水平相比 輸入病例的可能性較低 此前意大利發現 最近兩次從中國起飛的航班上 有近半確診乘客 因此宣布 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 都必須完成新冠病毒檢測和基因組測罪 成為第一個強制篩檢中國旅客的歐盟國家 意大利還呼籲歐盟成員跟進防疫措施 但目前 歐盟委員會沒有效仿意大利的做法 馬來西亞衛生總監 不諾欺山的觀點也與ECDC相似 增加對中國乘客的防疫措施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9日對此表示 一些國家為應對中國疫情出台的限制措施 是可以理解的 韓國為最新宣布增加對來自中國乘客 防疫措施的國家 韓聯社報導 韓國總理韓德珠30日宣布 從明年1月5日開始 要求來自中國的乘客 必須要出示新冠的陰性證明 直至明年2月底 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 都必須在抵達後的第一天接受核穿檢測 現在下來是中國方面的動態 中國鐵路31日預計發送旅客500萬人次 香港中通社12月30日電 據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30日的消息 鐵路元旦小場假運輸正式啟動 自12月30日至1月2日為期4日 鐵路部門動態安排客運能力 滿足元旦期間旅客出行的需求 12月31日是客流最高峰 預計送發旅客500萬人次 國鐵集團運輸部負責人介紹 他們會從四個方面做好 2023年元旦春節期間的工作部署 一是精準靈活地安排運力 滿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科學分析國家優化調整 疫情防控措施後的旅客出行規律 動態安排旅客列車開行 精準地匹配運力以及需求 第二是強化站車防疫的防控 營造健康的旅行環境 加密鐵路站車重點部位和場所的通風消毒頻尺 優化站車、客流成組組織 積極推廣無接觸式服務 安排旅客有序分散、進暫喉車 保持安全距離、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第三是提供優質高客服務 改善旅客乘車體驗 加強同公交、地鐵、出租車等的交通方式接駁 積極推廣公鐵、空鐵、聯運的產品 打通出行服務最後一公里 讓旅客出行更便捷和高效 四是保障重點物資的運輸、服務經濟、平穩運行 統籌運用線路、車輛、人員、裝設器具等資源 全力保障藥品、食品、糧食等各計民生重點物資的運輸 遲早實施煤電、補供的行動 精準投放運力 重點保障發電、供亂用煤需求 確保群眾溫暖安全感過冬 開號中歐斑裂、西部陸海新通道斑裂 中路鐵路、國際貨物列車 保障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長通 中央援港應急醫院方艙移交特區政府、營運管理 香港中通社10月30日電 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時 中央應特區政府的請求 在香港洛馬州、河套地區 援建了應急醫院和方艙設施 應急醫院和方艙設施30日正式移交給特區政府營運管理 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交付和合作備忘錄 落實實施交付後的合作細節 當日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在 粵港深三地會場同步舉行的移交儀式 他代表特區政府忠心感謝中央、廣東省及深圳市政府 對香港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援 他表示應急醫院和方艙設施的順利交付 盡顯中央和內地人民對香港同胞的關心 特區政府充滿信心 在國家堅實的支持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 香港將會繼續在伏尚之路穩步前行 為經濟和民生活動注入更大的動力 高雄兩個月發生三起槍擊案 再有一人死亡 香港中通社10月30日電 來自台北消息 台灣高雄市29日發生槍擊案 現場兩名男子頭部中槍 其中一人送醫院後證實死亡 兩個月以來高雄發生三起槍擊案 其中年齡最少的槍手只有16歲 據台媒報導 印廠房後門異常開啟 房東入內查看後發現有兩名傷者倒地 立即報警並叫救護車到場 警方獲報後立即派員到現場處理 現場兩名傷者均是頭部中槍 其中一人搶救後宣告不自身亡 警方在案發現場發現了製毒工具及原料 研判是廠房為製毒工廠 且槍手向頭部行形式槍決 懷疑案件因為毒品糾紛而引起 已採證比對及調閱監控追逐控手 此案是高雄市兩個月以來的第三起槍擊案 11月8日凌晨街頭火拼槍擊案 一名男子頭部中槍死亡 本月12日凌晨 民窄外槍擊案 警方不到一天就逮捕了開槍的16歲少年 以上就是今天930新聞直播室的全部內容 多謝你的收聽 我是譚文賢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拜拜 新聞中述 時政動態 熱點關注 資訊速遞 講身邊事 講國家事 講天下大事 9300新聞直播室 аша Georges 微笑 小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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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小明天 小明天